十七,领袖的挑战舰队指挥官泽克,面临的不仅仅是航行的物理挑战,还有管理整个舰队内部的复杂决策和问题,在这个封闭且压力巨大的环境中,作为领导者的他,必须处理各种突发状况,同时保持舰队成员的士气和团结。 A,决策的重压泽克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,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到数千名乘客和舰队成员的安全与福祉,这不仅要求他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,还需要他具备出色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。 他经常与各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商讨,综合考虑各种信息和意见,以做出最合理的决策。 B,沟通与透明度在舰队管理中,泽克特别强调沟通的重要性。 B,他认识到,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,透明和开放的沟通,对于维持秩序和信任至关重要。 因此,他定期通过舰队的广播系统,向所有成员通报当前的状况和未来的计划。 在紧急情况下,他也会及时发布通告,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准确的信息。 C,解决内部冲突随着旅程的深入,舰队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摩擦和冲突。 泽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,总是努力寻找平衡点,确保舰队的整体利益不受损害。 在处理文化冲突或个人纠纷时,他常常倾听各方意见,力求公正的调节和解决问题。 第一,维持士气另一个重要的挑战,是维持舰队成员的士气。 泽克深知,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旅程中,保持乘客和舰队成员的积极心态是非常重要的。 为此,他鼓励举办各种社交活动和庆祝仪式,让人们有机会放松和享受旅程。 他还鼓励乘客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才艺,增强舰队内的社区感。 一,应对突发状况。 在舰队遇到技术故障或其他紧急状况时,泽克总是能够冷静应对。 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对团队的深切了解,能迅速组织有效的应对措施。 在危机时刻,他的冷静和坚定给所有人带来了信息。 I,领导力的体现泽克的领导力,不仅体现在他的决策和管理能力上, 更体现在他对舰队成员的关怀上。 他常常亲自走访不同的区域,与乘客和工作人员交谈,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担忧。 这种亲民的领导风格,赢得了乘客的尊重和喜爱。 在泽克的带领下,尽管舰队面临着种种挑战, 但乘客和工作人员都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。 他们相信,在泽克的引领下,舰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,安全抵达目的地。 在这个特殊的旅程中,泽克不仅是一位指挥官,更是舰队的精神支柱和引路人。